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那些竹子每一根都死沉死沉的 白小春扛着石根又要上山 即便是他也微微气喘 于是越发觉得自己悲催 我来修仙是为了成生 干嘛要打打杀杀呀 还有我的这些竹子明明可以长得更长一些 可现在却只能拿出去换贡献 白小春越想是越委屈 叹息连连 扛着灵冬竹向着山上走去 此时此刻在乡云山交接任务的阁楼处 很多外门弟子都来到这里 拿出自己种植好的药草 交接任务 换取贡献 有乡云山的长老在这里专门负责检验品质 按照不同品质给予贡献点 不错 这水雾花已有四瓣 给你一个中等品质 这木纹身烂色太重 土力过高 已失去了平衡 不合格 不合格 阁楼外一处大石上 一个面色红润的白发老者盘膝打坐 身前无数弟子排队等待 一个个上前拿出种植的灵草 被老者检查后身边有童子记录发放 贡献点 半空中还有一群全身五彩的凤鸟正在优雅的飞旋 每一个都有一丈多大 不时会发出阵阵清脆的鸣叫 这些凤鸟正是老者私人灵宠 每当交接草木的日子都会随着老者来到这里 很多外门弟子远远看到都目中露出羡慕 眼前这老者修为筑机 颇为不凡 在灵药的造诣上虽不如李清侯 可于宗门内也是声名赫赫 尤其是痴迷要道 那种痴的程度就连李清侯都自叹不如 曾言若东临州能出现第三个药师 必定是周长老 陈总拜见周长老 很快的就排队到了一个青年 这青年相貌一般可却很是挺拔 来到周长老的面前恭敬的抱拳一拜 这青年话语传出 立刻四周的不少外门弟子在听到这个名字后 都是一个个向青年看去好奇的观望 原来他就是陈子昂师兄啊 听说他在种植灵草上有不俗的天赋 我还听说这陈子昂从入了宗门开始 每一次种植灵草的任务从来没有低于过上品 非常了不得 在这种人低声议论时 陈子昂神色暗淡 可墓中却有傲然之意 周长老看向陈子昂时 墓中露出心上 对于这个在种植灵草上颇有天赋的弟子 他一向很关注 子昂 你这一次种的是什么呀 周长老语气温和 回禀周长老 这一次我种的是灵冬竹 陈子昂右手一挥 身边立刻出现了十根手臂粗细的灵冬竹 每一个都有半丈多长 通蹄翠绿 阳光一晃 似有淡绿之光在竹身游走 此竹弟子先以灵犬洗礼 更用灵石磨碎成土 每天至少三个时辰 以刺身灵气饲养 每隔三天为其梳理夜脉 配合弟子所学的九卿选法 更是加入其他药草相助 这才种畜 好 竹长半丈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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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可列为上上品 希望你以后继续努力 若是能让竹长过诈 便是余品灵竹了 周长老摸了摸胡须 墓中赞赏更多 四周的外门弟子一听上上品这三个字 立刻引起众多议论 纷纷地看向地面上的灵冬竹 墓中露出羡慕之意 陈子昂脸上露出笑容 墓中的傲然之意更多 抱拳一败 正接过一旁童子给予的贡献点 突得一声冷哼传来 朱长老 弟子赵一多 也中了一些灵冬竹 随着哼声传出 一个脸长眼细的青年迈步走出 看向陈子昂时 眼珠露出轻蔑与不屑 他这一出现 四周的外门弟子立刻惊上了 纷纷凝望 哎呀 是赵一多师兄 赵师兄在种植草木灵珠上的造诣 据说与陈子昂不相伯仇 这下有的看了 他们二人一向敌对 都想要争夺种植类第一弟子的称号 陈子昂面色顿时阴沉 冷冷的看着赵一多 两人目光对望 都看到了彼此目中强烈的敌意 赵一多 将你的灵冬竹取出吧 就连周长老也有了兴趣 对于眼前的赵一多 他同样赞赏 也知道眼前的这两个小娃 在这种种植上竞争多次 而他也乐意看到两人如此 只有这样的良性竞争 才可以让彼此都大步的前进 赵一多向着周长老一抱拳 一拍橱带 立刻出现了十根灵冬竹 这些竹子 每一根竟都有一丈长 竹身更是大腿粗细 那翠绿的颜色 隐隐居然有种晶莹剔透之感 甚至有阵阵灵气散出 一看就绝非寻常 与方才陈子昂的比较 高下立出 几乎在看到这些竹子的瞬间 四周人都不由的哗然起来 这种正常的灵冬竹 他们只听说过 却没见过食物 一正常的灵冬竹 这得养了多久啊 哎呀 这种灵冬竹 都到了灵气外散的程度 赵师兄的种植本事 依然是我向余山外门第一呀 赵一多目睹四周人的神情 笑容挑衅的 看向了陈子昂 陈子昂 面色顿时难看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周长老目中一亮 露出赞叹 望着那些竹子 微微点头 好 好 今天 虽交界灵冬竹的弟子众多 可你这里是最好的了 一丈长的灵冬竹 已突破了上品 足以列为佳品了 赵一多 你非常不错 希望你继续努力 是 陈师弟 你这里还需多多学习才是啊 赵一多 向着周长老一抱拳 转头 挑衅的望着陈子昂 陈子昂 面色更为难看 冷哼一声 赵师兄 莫要高兴的太早 请人相助算得了什么 下一次种植时 陈某一定种出 一丈半的灵冬竹 给你看 赵一多文言大笑 陈师弟 也不怕风大扯掉了舌头 灵冬竹极其难掌 对于灵气要求巨大 我等宁气弟子 能种出一丈 已是极致中的极致 一丈半 那是助击长老才能种出的 至于两丈 嘿嘿 赵某在宗门这么多年 还从没见到过两丈的灵冬 赵一多话语还没有说完 突然的 人群后的小路上 传出了阵阵的轰隆轰 隆隆的声音 仿佛有什么巨物 正在一步一步走来 那些外门弟子 一个个立即诧异的回头 随后 阵阵吸气声 木然传出 就连赵一多 与陈子昂的对峙 也都因此被打断 二人皱起眉头 都看了过去 很快的 他们就看到了一个个 足有成人身体粗细的巨大竹头 在视野里 木然出现 这些竹头颜色墨绿 甚至仔细去看 还可以看到 里面有一处处紫色的斑点 阳光一晃 竟散发出绚丽多彩之芒 更让人吃惊的 是阵阵浓郁的灵气 正从这些竹头上散出 笼罩八方时 无数人传出惊呼 这 这是什么东西呀 似乎是某种木头 可看起来 又像是竹子 陈子昂 与赵一多 也都皱起眉头 认不出这是什么 但都看出此物不俗 一旁的周长老 则是猛的睁大了眼 直勾勾的盯着那些竹头 呼吸居然都微微的急促起来 在这所有人的注目下 他们看到 那些竹头蔓延越来越多 直至完整的显露出现 赫然有五正长度 在那些竹目下 一个瘦瘦小小的少年 虎吃呆喘的 扛着这些竹目 一步步走来 如同一只蚂蚁 扛着一个馒头 每一步落下都传出轰隆一声 随着前行 前方的所有外门弟子全部避开 一个个亥然 对于这少年的力气都很震惊 这少年就是白小纯 他一路郁闷 想着小比的凶残 想着万蛇骨的可怕 欲哭无泪 爬着山路 此刻好不容易来到这里 也没理会四周众人 来到了周长老的身前 哄哄几声 将那些竹目扔在了地上后 他也坐在了竹目上 擦着汗水 喘着粗气 这些竹子 不能放在储物袋里 累死我了 长老 我来交接任务 白小纯刚说到这里 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仔细一看 发现四周所有人 此刻都直勾勾地 看着那些竹子 一个个呼吸 逐渐地粗重了 竹子 这些竟然是竹子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这么大的竹子 这分明是数好不好啊 陈子昂与赵一多 此刻眼中也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隐隐认出了一些 可根本就无法置信 猛地靠近 蹲下身子 仔细地看着竹子 赵一多颤抖着 甚至想要掰下一截 看看内部的结构 可还没等他掰下 一旁的周长老就嗡的一声 靠近 大笑儿一甩 二人就被卷飞 周长老目不转睛 凝望竹目 这些居然真的是灵动竹 摆上之后 周长老倒吸口气 声音传出时 四周所有外门底子 全部呆住 而后蒙地爆发出 滔天的哗然 与无法置信 灵动竹 这些大树居然是 灵动竹 这怎么可能啊 灵动竹怎么会长得 这这么粗 天呐 居然还是武畅 武畅畅 一人粗戏 这 这是竹子吗 惊呼之声 顿时爆炸 尤其是看到一旁 陈子昂 与赵一多的灵动竹 这么一对比 惊呼之声 更为强烈 此起彼伏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